各位朋友大家好 政治斗争最怕的事情 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内不出叛徒 这次北京就面临到这样最糟糕的情况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叛变了 因为谭德塞当初号称是谭书记 是北京最铁杆的国际盟友 那么现在谭德塞对北京的叛变 一下就让北京在世界上陷入一个非常难堪的境地 3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就发表了 在中国武汉进行的新冠病毒源头调查报告 这个报出来之后当初北京是非常的高兴得已 因为这次世卫组织赴中国调查小组的报告中 关于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可能性问题 他们做了结论说 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外泄极不可能 那么世卫组织中国调查小组的这个报告的这个结论 就让北京感到一块石头落地了 因为现在新冠病毒已经造成全世界上亿人感染200多万人死 如果这个病毒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泄露 这样的实验室的事故的话 那么北京的责任特别是习近平的领导责任 那是天大的事情 因此世卫组织中国调查小组的报告中 做出一个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外泄的结论 等于是替北京解围了嘛 就解脱了一个要对全世界负责的天大的责任 当初北京是完全拒绝世卫小组派专家组到中国来调查 因为北京最怕的就是世卫组织这个专家组的调查结果 他会做出一个对北京不利的结论 就是说病毒是有可能来自实验室外泄 当然了世卫组织他要调查小组能够拿到病毒 是不是从实验室外泄的结论 这个证据应该说是不可能拿得到 但他们可以说我们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单单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就可以足以让北京在国际上非常的难堪和被动 所以当初北京就坚决拒绝世卫组织派小组来中国调查 但是北京后来又同意了世卫组织的调查小组到武汉去调查 特别是还同意去调查最敏感的武汉病毒研究所 那为什么北京又改口同意世卫组织到武汉去调查呢 这就是因为北京认为他们已经把世卫组织给搞定 如果是北京把世卫组织搞定了 他们确定世卫组织到中国来调查一定能够做出一个对北京有利的调查结果 这样一来世卫组织到中国来调查对北京反而有利嘛 他就可以借第三方机构的名义给自己洗脱 让他们得到一个清白 所以当时北京还很得意的说 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承认 这一次北京同意世卫组织的专家主去武汉调查病毒的来源是给北京加分的 只要世卫组织的调查小组得出一个对北京有利的结果 那当然就等于是替北京洗脱嫌疑 不仅让北京在国际上挽回面子 也是北京和美国外交战一个大胜利 果然世卫组织的中国调查小组的调查报告 得出一个对北京极为有利的结论 他就是说新冠病毒来自实验室外泄极不可能 这就是北京最想要的结果 不仅如此 这一次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还要替北京甩锅 他说有必要对其他国家的早期传播也进行调查 这就等于是符合北京的说法 他就是暗示这个病毒来源未必就是在中国 也有可能是来源于其他国家 世卫组织这样的调查结果 当然是让北京欣喜若狂 他们认为在国际外交战上 他们又取得了一大胜利 特别是世卫小组 这次是亲自到武汉病毒研究所去调查的 他调查结果是证明病毒不可能来自武汉研究所 这个病毒研究所外泄这样的事故 等于说替北京就是完全给洗白了 对此外媒也认为 这次世卫组织公布的中国小组的病毒调查报告 是北京赢得了国际公关的胜利 不过美国政府马上就质疑这一份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 他认为这个报告是缺乏关键数据信息和管道 认为中国在提供情报方面是不透明的 他要求进一步进行调查 要进行第二阶段的调查 而且美国等14国就发展一个联合声明 对世卫组织这个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 提出共同关切和质疑 这14个国家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色列等 也就是等于说美国等14个国家不承认世卫组织的这份中国调查报告 但是北京对美国这14个国家不承认这个调查报告 他们并不在意 而且还很得意的说 这次世界组织这个世卫组织的报告是代表了全世界 而美国不能代表全世界 这就像上一次北京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阿拉斯加这个中美会谈的时候对美国发飙说 美国不能代表全世界 可是北京没想到他们是高兴得太早了一点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居然叛变了 昨天3月30号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记者会上说 不能够排除武汉病毒研究所病毒泄露的可能性 还要进行新的深入调查 谭德塞在记者会上说 尽管联合专家组得出实验室泄露是最不可能的假设 这一结论 但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就世卫组织而言所有的假设都没有定论 也就是说谭德塞他是否认了世卫组织中国小组的调查报告 并且认为不能排除病毒来自于实验室外事的可能性 他还要求世卫组织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甚至谭德塞还非常罕见的对北京提出了批评 他说国际调查小组的专家向他反映说 北京方面就是他们向北京缩取信息极端的困难 北京没有提供不够的信息 这次谭德塞可以说是突然转变立场 反过来批评北京了 当然让国际舆计感到震惊 外媒纷纷认为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 他公开批评自己这个世卫组织的调查报告 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情 谭德塞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人 他应该说这个报告应该是他自己应该肯定的 可是现在谭德塞他否定这个世卫组织 中国小组这个报告 而且他还对这个否定的很强烈 就是他对这个报告的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排除实验室病毒泄露的问题 他对这个进行了否定 他说不排除实验室病毒泄露 而且还要进行重新调查 这样一来 谭德塞完全是站到了美国的立场上 开始批评北京了 这不仅让北京感到非常的难看 当然也感到非常的意外 因为他们没想到 他们认为已经完全搞定的 这个谭德塞谭书记 居然关键时刻叛变了 北京的大外宣多元网友发文说 谭德塞是左右迎合 这才是可悲之处 也就是北京也承认他们是被 谭德塞给耍了 这是北京非常气急败坏的 因为在关键时刻出叛徒是非常严重的 谭德塞的叛变一下子把北京的大好形势 完全给扭转过来 让北京一下从主动变成被动 非常尴尬不说 他们过去这些年来都要示威组织 这些公关这些事情的完全都泡汤了 都作废了 本来北京这个算盘是打得好像很聪明 一个很好的算盘 他们说让世卫组织专家小组到武汉来调查 就是他们预先已经做好了安排 他们就是已经觉得把世卫组织都搞定了 他们来一定会做出一个可以排除武汉病毒 这个实验室泄露可能性的这么一个 对北京非常有利的结论 所以当初北京才放心大胆的让世卫小组到武汉来调查 如果说北京事先知道说这世卫小组调查 就世卫这个组织的调查小组到武汉调查之后 他不能够排除实验室病毒泄露的可能性的话 那反而就让北京的嫌疑更大了 因为查了之后你的嫌疑还是不能排除嘛 这样一来那北京还不如不让世卫小组的 这个专家组啊 世卫组织的这个专家小组到北京来调查 你越查等于是越模越黑嘛 所以说这个关键的时刻 谭德塞的叛变让北京是感到非常的难看 第一个他是全盘否定说是可以排除实验室病毒泄露的可能性 第二个他又指责说北京对这个国际专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 等于就是支持美国的说法嘛 因为美国一直指责北京在疫情溯源的问题上不透明 这样一来谭德塞也是指责 等于说批评北京不透明 这让北京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 北京面对美国人的指责啊 他们还有一些可以托词就是说呢 美国是指责他们是别有用心 这是为了打压中国 但现在世卫组织总管是谭德塞也批评北京在疫情的问题上不透明 那北京就不能说谭德塞也是别有用心要打压中国了 所以这一次谭德塞说了这个叛变北京的话之后 让北京确实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对于这件事情呢北京不报道呢也不合适 他所以是好去歪曲这个谭德塞的讲话 北京的官媒只是说谭德塞说这份报告是非常重要的开始 而不是结束 他就想用这样子来淡化谭德塞对北京的批评 其实北京当初是得到一个承诺 就是说得到世卫组织承诺说他们调查武汉实验室 这个病毒实验室之后只是调查一次 以后不会来进行再次的调查了 可是没想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居然毁约了 他说今后世卫组织还要派专家组到武汉去调查这个病毒的起源 这样一来呢 谭德塞就是对北京一个完全彻底的叛变 他完全站到美国的立场上去了 因为美国要求世卫组织要进行重新调查 谭德塞不但没有顶住美国的压力拒绝重新调查 反而跟随美国的立场 他也要求世卫组织要重新调查 所以这次让北京感到真是被谭德塞给捉弄了 他们就气炸了肺 谭德塞这个叛变是让北京本来的一盘好棋 一下全部都砸锅了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个事情的这个整个的事情的来龙去脉来看 其实北京当初是想下一盘大棋 他们想让世卫组织的专家属到武汉来调查 就是希望世卫组织来作为一个证人 来证明北京是清白的来洗掉北京的嫌疑 可是世卫组织这个证人出场之后 不但没有证明北京是清白的 他们反而说不能排除北京的嫌疑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 这样一来北京完全失算了 他们让世卫组织这个证人出场 反而成了弄巧成拙 砸了自己的脚 看来这一次美国拜登政府花了4亿美元 重返世卫组织 美国这个钱好像没有白花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